王永庆的原配王月兰呢 她辞世啊 那么现在她的遗产啊 她的这个遗嘱啊 恐怕又要在家族里面呢 掀起一场这个再一波的争权大战 新家大妈王月兰一号凌晨过世 身为法定监护人的二房长子王维扬 第一时间就在个人网站上发表追悼文 回忆大妈过去对她种种的好 不仅将她视如己出 还教她了解什么是爱 如今王月兰辞世 最受瞩目的莫过于留下身后的庞大遗产 家门口前进悄悄敏感问题 王家亲友通通不回应 毕竟家族才刚走了一位重要人物 后世该怎么处理王家还在商讨 只是时间拉回2011年 当时王维扬还推着轮椅跟三房抗争 为的就是王月兰继承王永庆 近200万的遗产 包含台塑台化南亚股权 一共26万张股票外加现金 但早在2010年 王维扬就取得了王月兰授权 转移了87%的股权 约23万张股票 市值157.43亿 到自己子女名下 王思涵 王权人 王权利 以及李安妮通通都有拿到 如今王月兰过世 至了解他生前留下来一封未拆封的遗嘱 连监护人王维扬都不知道内容 但未来这遗嘱恐怕会牵动 王家的遗产继承权大战 这一期晚王总安点的台北 采放报道